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很多上班族 你知不知道每天去辦公室上班 都有可能會患上職業病 今天我們邀請到一位骨科專科醫生 跟我們談談上班族可能會有什麼常見的痛症 歡迎張文康醫生 Loris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想到辦公室疾病 我第一反應就想到是鍵盤手和滑鼠手 想問醫生這是否同一種病 這兩個名字都很常見 但其實是不同的病症 首先講一下鍵盤手 鍵盤手的學名叫做狹窄性鍵哨業 其實是控制手指公的兩條根件 在手腕這個位置 它的一些滑膜引起一些鍵哨的發炎 這就是我們常稱鍵盤手 又或者有些人叫做媽媽手 另一個問題 滑鼠手的學名叫做碗管中合症 其實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控制手的其中一條神經線 在手腕的位置 被一些軟組織令它受壓 空間窄了 引起相關的痛症和麻痺 這就是我們常稱的滑鼠手 或者更加多人叫做碗管中合症 想問問有哪些情況 或者哪些人容易患上這種病症 先講鍵盤手 顧名思義在辦公室來說 多數人常常用鍵盤 尤其是同一個動作 不斷地去做這些動作 就會容易引起這些根件的發炎 是因為你整天的手做同一種操作 令到根件旁邊的一些件哨 經常動動的話 令它發現 就會引起在手腕 大約這個手指弓對落的位置 引起的疼痛 至於這個碗管中合症 問題就是因為 可能都是一些長期的勞動 也有機會在辦公室來說 就是用多些鍵盤 又或者滑鼠 令到神經線附近的軟組織 有一些真身 或者加厚 令到神經線受壓 受壓之後 就會影響到手指的不同部分 有不同程度的麻痹和疼痛 最典型的 我們是說三隻半手指 即是手指弓 食指 中指 以及這半個無名指 手掌這個範圍的疼痛 和一些麻痺 就是很典型 我們看到的滑管中合症的症狀 有沒有辦法 可以檢測到自己 有沒有滑鼠手 或者鍵盤手 都有的 先講到鍵盤手 各位家庭觀眾 可以看一看我這個示範 首先 這隻手就是打開 將手指弓 接埋在手掌裏面 再之後 將四隻手指 去包住你的手指弓 向前伸直 將整個手腕 向手指尾 即是向下方向 向下方向推 如果你發覺這個位置 即是手指弓 對下手腕的位置 有一個疼痛的感覺 那你可能已經患了一些 早期的鍵盤手 或者狹窄性鍵盤的情況 至於 碗管中合症來說 各位觀眾 可以做一個這樣的動作 兩隻手向下 大約 手腕維持90度 向中間推 令到手維持在一個 90度的狀態 那麼 維持這個動作 大約 30秒至1分鐘 如果維持著這個動作 這隻手指 剛才所說的 三隻半的位置 開始出現一些疼痛或麻痺 那你也可能有一個 早期的 滿管中合症的情況 如果任由它發展下去 會不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 基本上如果是 劍本手來說 就是因為長期動動一些根鍵 令到它附近一些的鍵哨 其實鍵哨是一個保護 令到那個鍵活動得 靈活一些的一個組織 但是如果你經常用 令到那個附近的鍵哨就會發炎 就引起這個位置的疼痛 如果嚴重一些 除了疼痛之外 這個位置會 會撞起有東西出來 也不一定 至於說 說滑鼠手或滿管中合症 剛才說過就是神經線受壓 神經線因為控制身體的感覺 如果神經線受壓的話 它所控制的位置 就會有疼痛、麻痺 而且如果神經線的受壓 是長期或者越來越嚴重 甚至會影響到肌肉 嚴重的個案 它所牽涉到肌肉 就會有不同程度的萎縮 如果在滿管中合症的情況來說 我們牽涉的肌肉 就是手指弓 對落這塊最大的肌肉 這個肌肉 隨著嚴重情況的增加 會慢慢出現萎縮的情況 如果這樣 手指動的功能 都會受到影響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幫我們緩解手部疼痛 醫生可以教我們幾招嗎 好 如果在鍵管手來說 因為病理主要是根健附近的組織發炎 我處理方法就是 做一些不同的伸展運動 家庭觀眾可以看看 我們可以做一些很簡單的運動 例如把手掌向下推 手掌向上推 手指弓 有一個折迷 打開的動作 這些動作其實都是伸展著牽涉的筋簾 加平觀眾可以做一個大約大的按摩球 整個手掌握著按摩球做一些推難的動作 又或者可以放一條橡筋 固在手指裏面 盡量把橡筋大小地進行拉筋的動作 這些都可以有效地舒緩這個現本手的徵作 主要滑鼠手來說 其實做法都是類似 做一些不同類型的手掌上下的申請活動 都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另一種訓練動作 就是可以嘗試將手指弓和手指尾進行屈曲 令到兩個指頭接觸 維持大約兩三秒之後再放鬆 重複這個動作大約十次 一天可以的話就做幾組 這個都可以有效舒緩手指跟健的一些發炎 另外一個動作是可以做一個手腕伸展的運動 先將手利用正常的手 幫手儘量向上去進行伸展 以及向下進行屈曲 重複這個動作大約五至六次 這個動作可以有效舒緩手腕跟健的滑鼠發炎 上班續長期在使用電腦 剛剛我們說了手腕的疼痛之外 都會經常出現手肘的疼痛 想問醫生是甚麼原因 手肘的疼痛基本上在辦公室都可以說是非常常見 最常見的兩個問題 分別是網球爪和哥爾夫球爪 這兩組問題其實都是同一個疾病 就是手部前臂的上方我們稱為伸直的肌肉 以及下方我們稱為屈肌 或者屈手的肌肉的根件 因為這兩組肌肉的根件 基本上都是連接在手肘的不同位置 如果這兩條根件發生一些發炎 又或者輕微撕裂 病人在這兩個位置 就會有不同情況的痛感 如果發炎主要在手肘外側的位置 我們稱之為網球爪 如果在內側的位置 我們稱之為哥爾夫球爪 要留意不是病人一定要做哥爾夫球 或者做網球才有這些問題 其實大部分就是一些辦公室 我們會看到的一些痛症 這個網球爪和哥爾夫球爪是怎樣形成的呢 正如剛才所說的 基本上都是手部長期進行一些重複的動作 可以是運動類型的動作 也可以是辦公室打字輕微動動的動作 都可以引起根件一些發炎 甚至不同情況的撕裂 令到這個位置產生能力 有沒有辦法可以幫我們檢測到 我們有沒有網球爪或者高爾夫球爪 好 家庭觀眾也可以試試這兩個動作 首先把手就這樣伸出來 接著第一個動作就是把手掌向上推 接著第二隻手就嘗試把手向下推 而有問題的手就向上頂著這個向下的力量 如果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發覺手肘外側 如果我們摸到最突的骨的位置有疼痛 可能就有早期的網球爪的情況 哥爾夫球爪就剛剛相反 手就向下動動 另一隻手就嘗試把手推上前 而這隻手我們盡量維持住這個位置 對抗著那個力量 如果做這個力量的時候 我們發覺手肘內側又是突出來 那個骨的位置有疼痛 那就可能有一些早期的哥爾夫球爪 剛剛我都試了將醫生推介的兩種動作 都覺得自己手肘有點疼痛 所以想問一下醫生有什麼辦法 可以幫我們舒緩一下 這個哥爾夫球爪和網球爪的症狀呢? 很幸運地不論是網球爪 或者哥爾夫球爪 大部分的症狀都不太厲害 就很少需要考慮到手術的治療 如果一般來說 我們可以做一些自己的舒緩運動 就是多些手剛才所說的動作 去拉鬆一點的症狀 如果真的看醫生的話 我們可以第一線就考慮一些藥物治療 又或者我們可以給病人一些不同的手肘的護托 去希望減低這個症狀 絕大部分的病人用這兩個方法 症狀都可以減少得很多 有些朋友可能已經發現自己有比較嚴重的上肢疼痛 那有沒有什麼處理方法呢? 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醫生不論處理這個鍵盤手 又或者網球爪 或者哥爾夫球爪 我們第一線的處理 都是一些藥物治療 剛才說過手肘 我們可以給一些護托 如果在鍵盤手 或者滑鼠手來說 我們都可以有一些手腕的護托 希望舒緩到症狀 如果戴這兩個方法不行的話 我們有時都可以考慮一些注射的治療 例如剛才所說 鍵盤手是因為手根鍵的鍵哨在這個位置發現 我們醫生可以考慮注射一些藥物在這個位置 去舒緩那個情況 而滑鼠手方面 我們如果發覺戴著手托的效果都不太好 那就可能真的要做一些比較詳細的檢查 去分析神經線的受壓的嚴重程度 如果神經線證實了有一個嚴重的受壓 就可能真的要考慮一個手術 去做一個鬆解的手術 將受壓的神經線得意減壓 才可以有效地舒緩症狀 剛剛說了這麼多 想問張醫生有沒有一些建議 或者預防方法給我們這麼多辦公室的上班族 正如剛才所說的 其實大部分這些痛症的發炎 都是源於一個重複性的運動 或者一些不良姿勢引起的 所以我們建議 其實無論做任何類型的工作 不論是打字、用滑鼠、寫字都好 儘量不要重複一個動作太長的時間 應該是將不同的動作交配使用 更好的方法 當然就是有空要做一些舒緩的運動 就算打個哭怒 身下懶腰、手這樣向前舒緩一下 其實都已經給到相關的筋肌和肌肉 有足夠的休息 可以減低剛才所說的痛症的發生 今天很感謝張醫生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辦公室疾病 尤其是我們上肢疼痛的分享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下一集我們會繼續講辦公室疾病 如果你們想聽什麼 記得跟我說 今集醫食醫食就到這裡 下集再見